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长的部分会怎么样继续进行杯葛 还是通通不杯葛 通通瞧好了 待会马上就能够见真章 不过看到这个在国民党执政这几年下来当中 每个院长其实在上台的时候通通都被杯葛过 不知道大老你现在看到 现在有希望 王金平刚刚特别强调说 一定要按照程序 我们刚刚出来问到那你之前为什么不按照程序 让大家抗争完 让民进党情绪能够抒发之后 才能够回归政委 我也有点压抑 为什么王院长今天早上讲得那么笃定 而且他说照着程序走 下午两点半 对 怎么样的程序我搞不懂 因为一次会已经是礼拜二跟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 礼拜五放假了嘛 对 这个是应该是另外一次会 对 所以为什么是一定要今天下午 当然是有一点大家的面子问题 那国民党是把球丢给王院长 对 王院长今天早上那个话 是把球丢给民进党 这压力在民进党 是 那我们要看看民进党这一次 你看他过去都没有顺利的让院长上台 都不成嘛 对 那这一次国民党是多事之秋 如果他让院长顺利上台的话 他也没有办法向他的选民交代 所以他一定这个戏一定要演完 问题是他拿出来的诉求 就是说你江院长藐视立法院 那哪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对没有王金平的立法院 我没有准备 那这句话到底有藐视到什么程度见仁见智啦 你看就算最讨厌国民党的台联的这个 许中信委员 他在朝委协商的时候他讲说 我看了他的全文也觉得没有很严重 那当事人王院长也觉得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团当初提出这个问题而要道歉的其实是有一点这个道理没有那么理直气壮 所以我倒是建议这个江一旺 你坐在那边就好 绝对不要道歉 这个不可以灌洗 你绝对不要道歉 因为这个球是在民进党团的手里 那 民进党团就是为了那句话 不道歉 你不能上去托 因为其实行政院也不太在乎这个所谓宪法规定的义务或是责任 大家我觉得全国人民在看 如果这个继续这样空转转下去的话 大家会渐渐的把这个责任把这个完全推到民进党团这边 所以我觉得此刻民进党团的压力会大 那我们觉得 我觉得各位观众大家不妨等着看 因为戏马上要 要上演了 我倒是觉得说民进党团为了 为了让王金平院长好做事 他恐怕要做某种程度的让步 但是问题是让步 你的借口是什么 我倒很喜欢听 因为民进党在这一方面是很聪明的 他会自己找一个下台阶 我很喜欢看这个下台阶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很有趣 有趣 所以待会大家可以观察 大家看到江院长能不能够上台是很重要 那真的上台之后到底是民进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化解 这叫尴尬 叫什么 都好 但后续发展随时透过我们画面 你可以持续的再来做掌握 但重点是说那待会一旦上场的话 我们刚刚讲的 大佬分析是这个所有的压力是来到了民进党身上 但早上的时候江院长的态度还是相当强硬 因为民进党说你不道歉就不要上台 但是江院长依旧强调 我没有说过那些话 我何须道歉 这叫做让人觉得非常之牵强 我们昨天节目观众朋友您有看的话 应该有看到 关于江院长何时能够上台 要怎么上台 马主席 马总统指示是什么 要他说清楚 那么说清楚了吗 是不是就是因为觉得自己说清楚 所以态度依旧是相当之强硬 所以前一位我们在同步看到来自于立法院画面的同时 我们待会的历史性的一刻 大家给同步来做掌握 但是也好玩 所以我们刚刚不断问 按照程序嘛 这个时候程序就出来了 这个王院长程序就 我就感觉很有power 就是我说了算 那之前上礼拜二不说 整个上午他也不说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一定是一定程度的协商 否则的话呢 王金平也难交代民进党的事情 他恐怕自己去处理 我没有办法再帮他担了 其实在台湾政坛第一个说出 冲突妥协再进步 被大家充分认知的 是陈水扁前总统 没错 那今天糟糕的是 立法院冲突不起来 那如何妥协 因为你们国民党不打架 所以就吵不起来 我常在讲 一个正常的立法院运作就要像现在这样 中规中矩 可是中规中矩他们玩不起来 你知道吗 所以他要的东西拿不到 如果今天民进党敢像过去一样 去锁大门 去把院长椅子用绳索绑起来 甚至于再拿着睡袋去睡五天 观众朋友 如果是这样子 那表示他们一以贯之 他们信仰就是在野党不乱 什么叫做在野党 可是今天看到的是什么 人民展现力量在这个时候 所有的电视live在播这一段就是什么 全民在公省立法院 如果你乱的有道理 那就是这个执政党应该被修理 如果乱的没有道理 表示你在野党是因乱而乱 你是在想让台湾乱 所以民党下很痛苦 乱也不是 不乱也不是 那王院长也很难过 让也不是 不让也不是 其实王院长今天要让 很简单 王院长只要 双手只要手一伸 请江院长上台报告 就请江院长上台报告 没有任何什么问题 民进党会到去包围主席他还是什么 不会的 有时候我们在议会操作的时候 我们议长也是 就不给国民党讲话 拼命给民党讲话 我们都很生气 到最后以后 我们说议长 议长 议长说好休息 我们自己的就恍然大悟说怎么会这样子 但是难道会冲上去包围吗 不会 所以说议长怎么可以这样 议长说 这政党我们就比较劲 虽然像我们是少输 一样 这是意识运作 主持技巧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了 立法院如果这样子的运作方式 你就可以去想像过去是什么样的方式 我刚才在讲 在野党 他认为不乱 他不叫在野党 但是乱要乱得有道理 刚才我们前面提到是说 要让他情绪有一个宣泄 我看了江易华的两篇新闻稿 逐字逐句的下去看 我终归跟观众朋友讲 大概的内容就是 江院长意思说 可能会因为王院长这个事情 会有一些纷扰 会有一些波动 会有一些不平静 那也可能因为考计会的处理 有可能改选 也有可能不是王院长主持 在这种不管是哪一种情形的之下 我们都要勇敢的去面对 我大概终结两篇的文章 他还是那种是这样 他从头到尾没有说 我已经准备好面对 没有王金平的立法院 所以当然有一些被人家掐头去尾 那既然他已经说了 请各位去看这两篇新闻稿 如果这里面的东西 可以显现出他是如此讲 他应该要出来道歉 而且要很诚恳的对立法院道歉 对台湾人民道歉 可是看完这两篇了以后 如果江易华道歉 我也觉得他自私立场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以后任何一句话 塞到你嘴巴你就要吞下去 那你现在就是这样 就不卑不亢 不是我讲的 你不要塞到我嘴巴 是我讲的我负责任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现在尴尬的是谁 尴尬的是民进党 民进党就说 讲得这么硬 嘗嘗嘗嘗嘗嘟工 你如果没读缺 我要你接台 那我今天就看了 如果他今天王院长说 请江院长上台 他们是要冲上去呢 他们期待 当他们起身要冲上去的 那个动作的时候 民进党 国民党有更认真的 能冲上去护他 那似乎看起来 没有这个态势 看起来 国民党今天就乖乖做完 就按照预示规则 要举手来举手 要发言来发言 但是似乎国民党 也不再做傻蛋 所以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常在讲 今天这个结果 如果出乎我的意料的话 如果出乎我的意料 家议长不能够上台的话 那立法院会被全民公审 那如果不出乎我的意料的话 家议长一定可以上台 那我就看看 我跟大佬这个同样的观察 我还比在更关心的是 王院长用什么大智慧 让他上台 那民进党的尴尬 跟没办法对支持者交代 这也不是第一次 他们的这种 能够让自己下台阶的这种话术 比我们刚才曾秘书长 十倍 十倍的功力 所以我们大家都在拭目以待 那么现在其中立法院回来的画面 依旧是原样 都没有新的一个动作 虽然时间过了六分钟 没关系 我们同步在掌握 在立法院消息的同步 我们当然要带您来看 对于江一华院长来讲 他待会要面对的是一个 官说的立法院长 这部分我们应该怎么去看的 整个风暴的核心问题 叫做官说 但官说这件事情 即将接近929 还有抗告的问题 好像大家都把它放到一边了 抗告是抗什么 抗有没有党籍吗 那929要开的 国民党全代会 有一堆人要去哪座抗议 所以我们就请金兰大 大家来看 国会议长的官说 到底应该怎么看 国内的水准 我们跟香港来政局来做比较 大家可能觉得 我们才叫民主 香港的特首的选举 还得看北京的脸色 但重点是我们带您给来看 如果这样国会议长的官说 在香港发生 是什么 怎么一回事 极严重的妨碍司法公正 罪行最高刑罚 叫做终身监禁 等同于谋杀的罪名 我们比香港 大家觉得说 我们到底是民主的水准 比他们高 但在这部分 他们道德要求比我们还要高 那讲美国 大家说美国是高级民主国家 没关系 我们告诉你 破坏司法公正罪行 在美国是一定要去坐牢的 但是我们看到 王金平跟柯建民 这两天 从上礼拜开议到现在 天天进出立法院 没事 完全跟他们没关 因为官说不违法 官说只违反他们 立法院的相关的自律条例 所以他们只要送 纪律委员会而已 这是我们的规定 所以我们法有问题 对不对 比这两个来讲 当然是轻很多 是 这里都当过民意代表 对 没错 他们很清楚 这件事情 官说这件事情 是他们的职责 在台湾的民意代表 大概都在做这件事情 都在做官说 官说的事情 因为能够行得通 他找行政机关就做通了 对 那做不通的事情 才要找他们 那怎么去找一个灰色地带 或是请行政单位 告诉他在这里面 如何去救济 相关的状况 去做处理 所以几乎台湾的民意代表 大概都在做 关切关心跟官说 那今天问题是 司法官说 还有一个就是 自己的案子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的他们的相关的 纪律 相关的自律条款里面 规定了他不能在 对进行当中的司法 进行所谓的 关切跟官说跟处理 所以他们今天 才会被特征组说 送纪律委员会 那特征组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被执击说 越主带袍 所以在讲违法官说 相关的事情 所以比这两边 在各个 这两个国家当中 我们的状况 跟他们状况不一样 民情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行度 跟法的相关度 也不一样 处罚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们的层级 就必须回到 纪律委员会 那大家都在认为 纪律委员会 包括罗志强他自己写了 脸书上说 你们相信纪律委员会 不会关关相户吗 你去翻看过去 立法院的纪律委员会 做了哪些的案子 他的纪律委员会 根本那个砸刀 从来没有砸过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才会越主带袍 所以他才会说 为什么马总统 要用党主席的身份 去做立法院长 王金平党籍的处理 他们是想过了很久 没有办法在现行 相关的法令当中 去做一个处理 他们坚持大是大非 才要用这样的方式 因为在现有法令当中 我刚刚已经讲了 他们职责在台湾大多数民众的认知 可能接受的 或是大家也去请托过 所以在你去调查当中发现 民调当中发现 其实大概也有很多人 就是这样子认知的 对于这件事情 大家关心度会 没有那么高 跟民情有关 那回过头来说 现在大家就要问 王金平他们有要送 纪律委员会成立 他们要送 因为不告不理 滚板也不送 大家都不送 那就像罗志强讲了 那大家都在 你好朋友我也好朋友 立法院里面都好朋友 大家都好朋友 都有情意 又都拜托过立法院长 那怎么去送呢 所以没有办法送 那他自己送了 他在这里面送了以后 他说 好啊你们来审我 赶快来审我 因为他有一个曝光的舞台 你要来审我 对不对 那我就把所有案件 通通打开来看 那黄世民也来 大家都来 公开对职 那再形成一场 另外大家在这里面 对职当中的新舞台 在对职当中 我让你知道 你就是违法监听 他想在这里面 再掀起一波 大家看不到的新闻 在新闻当中 再去做各种攻防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知道 他会变成纪律文会 现在大家看到 另一波 可不可能展开的 一个攻防的动作 但是相对于 所谓法令来讲 不然说不违法 所以特征柱也很清楚 才把他送回所谓的 立法院自己 或是工程会 对立法院自己 工程会 那是两个检察官 要往那边送到 因为他们有工职 才要往监察院 那他们只能回归到 立法院自己来处理 这就是我们 现在的现况 那现在的现况 也激不起大家 在这边所谓的 你看到那个 工分 大家只看到 马总统 你为什么拿大刀 去要斩王院长 所以他把它 直接简化成 马总统拿大刀 斩王院长 他对于这个过程的细节 我们现在看到这细节 大家都看不到 但是重点是 他这个很重要的 一个核心价值在这里 如果连我们的国会议长去官说 而且是帮 在野党的党边 官说司法个案 通通没有问题的话 那以后不得了 所以大家说以后呢 我们有事通通找他们两位 就好 因为负责在官说 还是说找所有民意代表 通通能够官说 那民意代表不能够拒绝大家 不能帮A官说 不帮B官说 那以后大家 通通知道没完没了 这不应该是我们有的 这个新闻 这个事件 对事情看法跟价值 我们现在赶快修夕片刻 因为在自律法院消息 是还没有正式上台 那么现在时间过了大概是12分钟了 那么待会你的状况会是如何呢 我们休息片刻 待会回来 赶快同步带您来掌握